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我要甜甜的味道 我要香香的泡泡 不要闲闲的眼泪 我要星星都闪耀 我有奇幻的梦想 穿越时空到处跑 衣服鞋子多得数不尽 古装时空要陪套 笑一笑 跳一跳 快乐你还没烦恼 相遇了 新歌糟 没有什么大不了 笑一笑 跳一跳 快乐你还没向遥 天晴了 空气中 都是成长的味道 大航海时代 下 为什么坐标跟地图上面的有注入呢 现在我们终于到陆地了 不过还不知道是什么地方 所以大家等会上岸的时候 一定要好好的玩个痛快 思思 你是船长 要发号施令的 别这么失礼了 谢谢 很快就回到陆地了 不用在这里做哨兵了 上岸之后的第一件事就要马上找东西吃 思思啊 冒险号没有船毛 要找人看船才行 要不然船会自己飘走的 我不留下 我要上岸 在船上待了那么久 没有人愿意留下 不就是船没有毛而已 就让我来搞定它吧 古装园 在加码定啊 好暗啦 大家快点收拾东西 准备登陆吧 我去看看有没有人 顺便去找点吃吧 王大人 你自己要小心啊 这个王大人 太自以为是了 如果树林里有老虎狮子 一定会把它吃掉的 这到底是哪里啊 喂 有没有人哪 这么小声哪有人听到啊 有没有人哪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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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古怪啊 哇 这里的速度这么高啊 好大的一只香蕉啊 谢谢你了 小猴子 这香蕉这么大呀 太好了 有吃的啦 好吃啊 皇城最喜欢优质的植物了 一定要摘一些回去给皇城领功啊 上天对我可是太好了 一定是我平时做了太多的好事 连老天都帮我 咦 只有一个 还有他们六个人呢 能要吃几天呢 你还是留着自己吃吧 王大人 你有没有发现什么别的呀 王大人 你的肚子 你们快看看 那里有个山洞啊 不知道会不会有宝藏呢 让我先去看一看吧 没想到 他的想象力还挺丰富的呀 别说那么多了 那不如我们一起过去看看吧 哥哥 还是让威城先进去吧 这里安全了 进来吧 哪里会有什么宝藏啊 还是快点走吧 王大人受伤了 王大人受伤了 急救消 急救消 急救消在哪里呀 还想带着回皇宫炫耀一下呢 啊 为什么你会有那么大的西红柿呢 不告诉你 到底是什么办到我了 好大的蛋呢 比王大人的多难还大呢 这个花纹 这个大小 很可能它是恐龙蛋的化石啊 恐龙蛋化石也算是宝藏嘛 当然了 恐龙蛋化石世间少有 它本身已经是无价之宝了 是无价之宝 王大人 你这个表情 你不会是想卖了恐龙蛋吧 多少钱都不卖 威城要带着恐龙蛋化石回皇宫 给人参观 到时候博物馆收入场费都收到手软呢 哈哈哈哈 这么像好像不像哦 是宝箱啊 啊 不会那么幸运 让我们找到宝藏了吧 太棒了 神师卫 快马上帮我把宝箱打开 啊 不行啊 为什么不行啊 我要等见到华拉才打开 哥哥说的对 我最讨厌的就是小朋友了 shrimp 嘿嘿嘿嘿 冒险后起航 哈 大王 宝藏一定在他们手上 不用着急 跟住他们 不要被他们发现 怎么样 叫我做哨饼 岂有此理 怎么样啊 华伦 我们明天就可以见到陆地了 昨天晚上你也是这么说的 是啊 我也听到了 早知道我就带上小白来了 只要有信鸽 就可以通知人来救我们了 辛苦了 大家先喝点东西吧 好啊 玻璃瓶 有办法了 大王 先让我打沉那群小孩的船吧 别废话了 准备好发炮 我要趁现在黑漆漆的什么都看不清楚 把他们打沉了 把我们现在的情况写在纸上 放进玻璃瓶扔下海里 然后等水流出上岸 那样就会有人来救我们了 瑟瑟 瑟瑟你好聪明啊 其实我也是突然想到的 武状元手力惊人 只要他尽全力抛出去 我想玻璃瓶应该很快就会冲上岸的 嗯 干什么呢 准备好赶紧发炮 有人向我们开炮 前面的船向我们开炮 都说船上有官兵了 救命啊 快点向前面的船求救吧 救命啊 我们是海斗呀 他们怎么可能来救我们呀 母科纳军小孩人还挺好的 大王 要不然我们会淹死的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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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气死我了 真是没想到他们的火力那么强大呀 好 搞定 武装你力气真大呀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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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有没有听到呀 好像有人在叫救命啊 真的有啊 前面真的有人叫救命啊 好像是沉船吧 救命啊 啊 沉船了 武装员 那我们要去救人了 你没事吧 他们的船不知道被什么人攻击了呢 一定是被海盗攻击了 这里的水域听说总是有海盗来出现的 这群会不会是海盗呀 这么脏 就算是海盗也要先救人啊 等他们醒了之后 揉揉你帮他们打扮一下吧 不会吧 咦 怎么好像少了一个人呢 王大人 王大人怎么不见了 我在这里你们全都别动 原来你们是海盗啊 把刀放下 要不然这个船长大叔就没命了 惨了 这群小孩子一定不会救我了 你快放了他 你看我这身装扮 就知道我才是船长 他只不过是船上的一个少兵而已 你要捉的话就捉我好了 你们全都不要再给我假装睡觉了 都给我站起来 给我把他绑起来 你们不要反抗 我说过 要平平安安的 把所有人都带回去 王大人 你不用怕 这只船 可比我们之前那只强多了 船上一定有好多的财宝 这么重啊 这里面一定是好多的黄金啊 怎么只有石头呀 难道你们没有发现金银珠宝吗 没有 宝上根本就没有金银珠宝 没有 大王 我们找到个宝箱 不过怎么都打不开啊 那我们还要不要了 但肯定是要了 蠢货 这里所有的东西都是我的 说不定这里面有大量的金银财宝呢 喂 你们还不快点放了我们 没错 他就是当今皇上的女儿思思哥哥 识相的话快点放我们走 要不然朝天会迎你们江哥哥 是哥哥呀 谢谢你们了 嘿嘿嘿 嘿嘿 立刻给我传令嗨回去 排骨岛 排骨岛 是啊 这个名字够恐怖的吧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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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这里好臭啊 这 我还以为白骨岛很厉害呢 原来全部都是鱼骨鸡骨 那些什么吃完的鱼的骨头全部不要 难怪叫做白骨岛了 真是的 你厉害还不是这样 这群海盗生活的环境这么差 看来是不会照顾自己 不会在这里住吧 当然不是了 这里这么漂亮只有我来住 你们都跟我的手下一块住 有没有搞错 这么脏的地方怎么能住人呢 会生病的 揉得住还挑三减四的 还要有人照顾你是不是啊 我这一辈子都没有被任何人照顾过 那就由我来照顾你吧 一个人忙不过来的 我帮你了 我会做饭的 那我就负责来打扫卫生吧 我可以来帮你们造房子 那我就 我才不给你做的 我才不给你做的 什么都不用你来做 不了 嗯...嗯... 啊... 哇... 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以后你们就可以有房子住了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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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证明我的大方 我以前的这个地方给你们住 新建的房子我来住吧 嗯 你快点写信叫皇上拿赎金来赎你啊 那要写多少啊 那你认为你自己值多少钱啊 皇阿玛说我是无价之宝 王大人说我一文不值 什么一文不值啊 其实我只是开个玩笑而已 那就叫皇上给半个国家给我 一半给他 我这已经算是够仁慈的了 那要怎么样给你啊 你自己写个地址叫他送过来嘛 为什么要我写啊 怎么你有这么多的废话呀 我们这里没有人认识字嘛 快点写 我写了叫皇阿玛 快点派人来救我们呐 这个傻财业 你们不认识字是不行的 不如我叫柔柔在这里一起教你们读书啊 读读读书 好啊 我都已经讲了很久了 对了写完了这封信 谁去送给皇阿玛呢 好 嗯 你 你去啊 我想留下来读书啊 书有什么好读的呀 有半个国家给我们就大把的钱 想进荣华富贵读什么书呀 嘿嘿 不过 如果我被皇上捉住就肯定没命了 牺牲你一个 换回我们所有人的荣华富贵这吃啊 啊 那为什么你不去 你小子说什么呢 你还当不当我是大王啦 我们一下子都当你是我们的大王 不过你没当我们是你的手下 早上最好的东西都是你拿 从来没有想过怎么照顾我们 我们生病了 我们饿了 你有没有关心过我们 自从格格来了 我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我决定不再做海盗了 我要做一个好人 嗯 没错 我不会去送死的 要去你自己去 我也要做个好人 做个好人 做个好人 哎呀 啊 啊 啊 哎 你不是被绑住了吗 绑大闸蟹的就是像这条水草一样的绳子 这条绳子怎么可以绑住我这个天下第一高手呢 哈哈哈哈 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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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盗王跑掉了 快去追啊 你们大家 糟了 这是个孤党 要走一定要坐船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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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船呢 啊 啊 岂有此理 让他把船抢走了 好 大炮和炸药都不见了 糟了 一定是被大王他给拿走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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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敢背叛我 我们没有大炮还击 这次惨了 随手还击 一定要用大炮子的 开开开开开开 哈哈哈哈哈哈 啊 哇 武装演好棒啊 哈哈哈 原来我们的船是被他们打沉的 啊 这次惨了 没船我们就要困在岛上面了 啊 大家不用怕 黄阿玛迟早会找到我们的 放心吧 我们是海盗 那不就是让我们去坐牢了 你们已经改邪归正了 趁这段时间 我们可以教你们读书啊 哈哈 啊 到时 你们可以加入海军啊 真的 真的 真的吗 有船啦 哦 太好了 哈哈 终于有船出现了 看一看是什么船啊 是 是朝廷的船啊 思思 这次真的是朝廷派来的船 真的 胡将军 你们是怎么找到我们的 自从你们被大风吹走 皇上派威城和水师提督一起出海找你们 我们找到你们的时候 见到有只鱿鱼拿着玻璃瓶 拼命地追我们的船 我们一看就知道是格格你抛出来的了 于是我们就跟着这只鱿鱼去找你们了 没多久在海面上救了这个人发现他就是江洋大盗海盗王 他供出你们就在岛上面所以我就带人来救你们了 哼 不用了 这些海盗都已经改邪归正了 这些海盗 思思 这次你的大航海经验很难得 要仔细地记录下来 对我们的大航海计划会很有帮助的 是 皇马 皇 皇上 那些恐龙化石 是啊 化石怎么处置呢 王大人他自己说打算盖一个主题公园呢 可不可以啊 皇上 好啊 不过不要收费啊 让更多的人可以参观呢 不收钱 皇阿玛 王大人这么大方 那公园的名字不如就叫做王坤公园吧 应该的 应该的 丢了西瓜剪着芝麻也好啊 谢皇上 王大人 是不是给小孩子们祈祷了有什么困难跟杯子说吧 有 我决定派你去做公园管理员 哈哈哈 皇阿玛 这次我们还有一个收获 就是这个宝箱了 我是专门带回来想和您一起打开看的 思思真是乖呀 那快点打开看看有什么宝藏啊 我也还想知道呀 武装员 快把锁给砸了 没问题 啊 到底是什么宝藏呢 又是藏宝图 别再来了 啊 送给你吧 哈哈 我还是留在皇宫陪皇阿玛做个乖乖的哥哥好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还是留在皇阿玛的身边最好 嘿嘿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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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